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她望着病房里的张欣然母女说道 或许永远都想不起来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就让他们像现在这样又何尝不好呢 南大碎事案最终以这样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建案了 与媒体的热烈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警员们近乎冷漠的平淡 每一起凶案都是一起人间的悲剧 有些真相令人释然 而有些却是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吕爱卿张欣然 两个素不相识的无辜少女 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相遇 变成了被害人和凶手 这是一起世界上最没有恨意的谋杀 而制造这场悲剧的恶人 却又是另外悲剧的受害者 就在南大碎事案结案的一周之后 丁县无意中登陆邮箱 忽然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发见人叫黑弥萨 丁浅心头一礼 黑弥萨不是成妃吗 难道这封信是他发来的 他点开邮件 里面是这样写的 丁医生 当你看到这封信 我或许已经死了 不要害怕 这不是一封地狱来信 我提前设置了发信严实 这封信只有一个目的 我想与你做一个交易 我先说我的要求 希望你能替我一直保护张欣然 别问我原因 你只要照做就行了 而我对你的报场 是你绝对无法拒绝的 你不是一直想问我 你的女朋友 文心在遇害那天采访我之后 发生了什么吗 我恰好知道 我是在金沙会馆317房间 接受他的采访 我之前对你说的是在楼下餐厅 和他见面 其实是骗你的 317房间听说是文心被杀害的现场 我不想惹麻烦 他撒了个谎 那天采访之后我就离开了 但我们之间发生了一点不愉快 文心本来说好的只是口头采访 不录音不录像 可是完事后我才知道 他偷偷给我录了像 但他向我保证 录像只是他的参考资料 不会向外界透露 我离开之后 想想还是有点不放心 便又返回酒店 打算让他给我写一个字句 当我走到317房间时 我忽然发现 门口放着一个微信DV7 我一眼人出 就是文心拍摄我是用的那个 我不知道DV7怎么会掉在门口 敲门没有人回应 我到楼下用公用电话 给文心打电话 也没有人接 于是我把DV拿回家了 准备把拍摄我的那段删除之后 再还给他 但是 等隔天我来到他的工作单位 听说他没有上班 再后来就听说 他被人杀了 而且是碎尸 据说死得很惨 还是连环谋杀什么的 我当时很震惊 也就没敢再露面 以免被警方怀疑 他的DV机一直都保存在我这里 我要说的关键 想必你已经猜到了 没错 就是这个DV 我看过录像之后发现 除了他采访我的制品之外 后面还有一段录像 拍摄的就是 我在离开317房间之后 发生的事情 你肯定也很有兴趣知道 我相信 警方一定会很有兴趣的 赶紧来我家吧 上次警方搜查时 并没有发现DV机 我就把它放在 有盐机旁边的橱柜里 不要忘了我们的交易 虽然我可能已经不在了 但我相信 你不会违约 丁前看完邮件 几乎来不及琢磨 立刻抓起外套 奔出了办公室 他不是没怀疑过程飞 但是没想到 他竟然掌握着 这么关键的证据 他斟酌了一下 得先弄到程飞家的钥匙 于是先开车到刑事调查局 来到法医室 柳飞的助手李达正好在 丁前曾经救过他一命 李达对丁前一直心怀感激 丁前随口编了个理由 要看看程飞的遗物 李达也没多心 把程飞尸件时候 收集的物证都拿了出来 丁前一眼就看见 程飞的钥匙了 他任李达不留神 迅速拿起钥匙 揣进兜里 又待了一会儿 起身告辞 离开调查局上了车 丁前几乎是快把车开到飞了 一口气赶到程飞所住的小区 直奔楼上 但是 他没想到 门居然没锁 虚眼在那里 也许是程飞离开家事匆忙 忘了锁门 早知道 就不用费尽巴力的弄钥匙了 丁前走进房间 直奔厨房 按照程飞在邮件里所说 打开了油烟机旁边的橱柜 却没有找到地位 他心里一清 急忙找其他地方 还好 在卧室床上 发现一台地位机 丁前恍惚有印象 这确实是温馨当初用过的 他拿起地位 心中越发生疑 难道是程飞记错了 放地位的位置 还是他临走那天 把地位拿出来 放在床上呢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可能 有人在他来之前 来过程飞家 拿出了地位 门外 发出了一声响 把丁前惊得一抖 他跑出卧室 只看见房道门开了一半 有风 从外面挂进来 原来是风吹的 可是丁前无论如何 也没心情再待下去了 他拿着地位 匆匆离开程飞家 上了车 直接返回平江 不知为什么 他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感觉不踏实 回到家 他迫不及待打开地位 开头就是温馨采访程飞那段视频 谈的是关于南大碎事案的 对于已经知道真相的丁前来说 这些他都不感兴趣 他直接用快进简播完这段视频 紧接着还有一段录像 录像画面居然是倾斜的 说明当时第一位 可能是被温馨随手放在什么地方 并不是有意拍摄的 视频开始记录的时间 是2014年4月7日下午14点13分 警方后来调查发现 从下午2点到6点之间 这四个小时里 317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始终是一个谜 丁前万万没想到 温馨望观的摄像机 无意中将这个过程记录了下来 视频开始之后 画面中出现的是房间客厅 这个静止的画面保持了很长时间 经过了沉闷的近乎凝固的半小时之后 画面外 促然传出房门响 一个倾断的身影 毫无征兆地出现在画面里 是个男人的背影 这时候 卧室门开了 温馨探出头 看见来人 惊讶地问 你怎么来了 似乎两个人认识 那个男人一声不吭 走过去 直接把他推进了卧室 卧室门砰了一下关上 隐约能听见 里面传出说话声 但是听不清两人说的是什么 但是说话声越来越高 似乎在激烈地争吵 突然 卧室门大开 温馨站在门口 手指着外面 对屋里怒骂 你给我滚出去 紧跟着 他就亮相亮不 摔倒在客厅里 似乎被里面男人 粗暴地推葬到外面 那个男人大步走出 双手抓住温馨 把他从地上拽起来 冲他怒吼 为什么 究竟是为什么 那张英俊帅气的脸庞 此时扭曲猙獰 仿佛要责任而逝 谁又能想到 一向帅气倜傥 闻闻尔雅的心理医生 大学老师 会有如此恐怖阴暗的一面 连丁前自己也是第一次看见 自己当时近乎癫狂的表情 他呆呆地望着视频中 自己抓住温馨 咆哮着 视频里的温馨 不禁没有害怕 反而痴痴笑了 他双手摸丁前的脸 充满嘲讽地问 难道你最爱的不是我吗 今天晚上 咱们在床上亲腻 是谁对我发誓要保护我一辈子 疼我一辈子的 你们男人可真虚伪 丁前突然掐住他的脖子 不让他再说下去 温馨惊恐地使劲拍打丁前 丁前无动于衷地掐着他 双眼中只有愤怒 视频继续播放着 那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在这狭小而空荡的房间里 还原出他赤裸裸的面目 在这里 系以着曾经的温情蜜语 系以着如今的孤独想念 也记忆着所有应该忘却的 冰冷的秘密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